我先下喽 谢谢给我 你 没事 我自己先扶 我 我扶着你吧 别了 老板了 在学校呢 同学看得多 不好 你现在这样特别像当年的灭绝事态 我要是灭绝事态 就第一个把你踢出身吧 没想到啊 过去这么多年了 储物柜居然都没换新的 这不是我当年的柜子吗 是吧 那你当年为什么没收拾储物柜就走了呀 我柜子里又没什么东西 你怎么知道我没收拾储物柜就走了 你是不是又在搞什么鬼 想知道吗 那你就想想吧 你说嘛 不说 不说 说嘛 不说 你猜那两个人是不是逗 我猜 他们两个应该是互相有好感 但他还没有在一起 那不就是最好的时候了 那你岂不是很幸运啊 这个时候持续的时间特别长 怎么了 你上次跟我说 咱俩怎么在一起啊 咱们两个 高中毕业就在一起了呀 那 那 是谁签够的白啊 当然是你啦 你忘了 毕业聚会那天你喝多了 拉着我的手 就不让我走啊 死皮赖脸的 非要让我答应做你的男朋友 我就只好功夫是聪明了 那 我们交往之后 第一次约会是在哪儿啊 那 我们交往之后 海边啊 石老人嘛 还一起吃了一顿烧烤 第一次情人节 我们是怎么过的 第一次情人节我们 去看了电影 哈利波特 哈利波特与混血王子 可是 混血王子是在七月份 才上映的 那就是我记错了 我们应该是看了 其他的电影 不是吧 玉冰 第一次情人节 这么重要的事情 你都不记得了啊 我当然记得了 不小心说错了 玉冰 你该不会是在骗我 不是 我话都没说完 你那么紧张干什么 那 我们初吻是在哪儿啊 想好了再说哟 你这次要是再说错的话 对 玉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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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篮球场 玉冰 你挺厉害嘛 M3都被你发现了 什么M3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没发现 那你却怎么想出 撞我男朋友这个馊主意的 你不知道我最讨厌 别人骗我吗 我就是 我 我 有什么好笑的 篮球场 原来啊 这就是直男对于初吻的终极幻想 什么意思 那你先说 你干嘛要撒谎说是我男朋友 你都和靳昊浩抱在一起了 我要是再不出手的话就没机会了 只能赌一把 说不定你有 我们两个是情侣的记忆呢 我 你是怎么发现M3出来的 有一次我偷听到了你和靳昊浩的谈话 昨天他又说什么 平行时空 修改记忆什么的 忽然就想明白了 好啊你 偷听人家表白 不要 谁偷听了 我是路过好不好 明明是你们两个太投入 没有注意到我 哪有 也好意思说呢 人家好歹有勇气 在现在的时空来表白 不像有些人 妄想瞒天过海 直接嫌一个女朋友 哪有这么好的事啊 那你刚才请我什么意思 哪有 先让小同学干嘛 站住不许动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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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啊 我们老师都很希望你们成年以后能够走在一起 今天看到你俩能来啊 我真的太开心了 我跟他那不是想去哪 导演老师好 我是赵曼 于明同学他不敢自己一个人上台 非要拉着我跟他一块给他壮胆 而且我看台本上写的是一男一女 我可以给他大戏啊 给大家添麻烦了 直到拆穿余明谎言的那一刻 我才意识到 就算没有情侣的身份和甜蜜的记忆 他也早在不知不觉中填满了我的青春 十八岁时的吵闹伴嘴太过寻常 以至于让我忽略了深藏其中的喜欢 赵曼尔 二零二零年秋 写给十几年后的自己 我讨厌麻烦 我讨厌麻烦 泡面最多等一分钟 排队的极限是十分钟 超过我就会放弃 只有喜欢赵曼尔这件事 而坚持到了现在 不知道十几年后的你 追到他了吗 余明 二零零八年 夏日 井坤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有点害怕 一不小心现实改变了 我会再次失去你 你想的没 我告诉你 不管时空改变几次 我一定都会把你追回来的 你别想跑 不过还好 梦想和喜欢的人一样 天南海北都顺路 我们下期见了 我们下期见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